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越不容易被选取 我一步一步走过干净明亮的超市 误伤其累 觉得自己也有哪个地方凹陷了 再也无法复原 躺回床上 想象自己被放回货架 一觉醒来又是一个完好的人 耶 我的阅读习惯比较 老实说比较松散一点 其实都是 人生遇到某些 契机啊困境啊 想要找答案的时候 我才会开始看书 所以那个看书量 其实不是非常大 但每次都特别挑选了 我想要看的那个内容 比如说我最近可能比较沮丧 我就想要看一些 成长励志的书 比如说我最近很想创作 我可能会看一些 善于一些散文的人 我最近啊都是睡觉前面 就是在睡觉之前会开始看书 因为我想说 可以让自己进入到一个 没有手机的状态 属于自己的时间 然后 去了解另外一个人的世界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看书啊 就是可以让你自己 脱离困境啊 烦恼去看看别人的人生是怎么活的 所以你刚才讲到说 什么时候实际看书 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实际 应该很多人都是 就是可能失恋的时候 觉得很痛苦 就一直自逆在那个状态下的时候 我就会非常需要别人的世界 来给我一些 不一样的观点 对 我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呢 就是李平耀写的 《台北家族违章女生》 然后我也就是在 上个月吧 每个晚上就是看几篇 里面就其实都是在讲他 从小到大的一些成长经历啊 遇到的人啊 后来他开始工作啦 然后等等 还蛮触动的 其实我一开始对于这种很 现代人 然后讲自己故事 讲自己生活 就并不是有太大的兴趣 因为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不是就是我们活的这个时代吗 没有什么特别 但看了以后我才发现 哦原来很多事情我都忘了 可能从小到大 在意的事情 或是从小到大 喜欢的着迷的一些偶像 然后青春期经历的一些烦恼 其实他里面都有写 对啊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你现在正在念书 活高中生 或者是 你进入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你可能还在探索 我觉得都很适合